同样我们还可以检查Meta Meta信息 说白了就是 我们的声明 原数据声明的信息 这块信息在接触意义里面用的特别多 什么叫原数据声明呢 就是我们常常会在 这上面加上这些东西 加上这些东西 甚至于我还会加上这个东西 3D等于什么 这些东西 这就叫原数据声明 各个语言的语法不一样而已 接触意义里面用的比较多 那么反射这块 本身如果之前没有学过的话 下来学 因为我最简单的这样几分钟 大家也没法完全理会 下来 如果这块你觉得自己比较薄弱 下来看一下它这个反射是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抛砖引玉 好 那么你只需要去了解到反射它的作用 它的反射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依赖注入里面就有很典型的应用 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你 就是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未来要实力化哪个类 因为那个类最后是通过配置文件来配的 你就在运行的时候 它配完了 它自动的去实力化 这个理解吧 这个就像什么呢 古代皇帝选 每天晚上是不是要翻牌子 我在翻牌子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翻到哪个牌子 然后他就叫李莲英过来了 当然李莲英是跟慈禧的 反正是李公公 李公公 然后李公公就过来了 断了一堆牌子 说皇上请您翻牌子 好 那我就翻牌子了 他翻了一个 好 什么 佟贵妃 这佟贵妃是谁呀 皇帝可能记得我们记不住 高矮胖瘦什么都搞忘了 住在哪里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李公公就干嘛呢 他很清楚 他就按照一条轨迹 去找到那个佟贵妃的住审 把佟贵妃叫过来 然后呢 带到皇帝的面前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皇帝他是不知道的 甚至于他翻牌子的时候 昨天翻的一个贵妃 今天刚刚撬表 然后 昨天还没有的一个宫殿 今天刚入住了一个新主人 就是可能他的贵妃们 也都在变化 那么 所以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需要 他就不需要你了解那么多了 他只需要干嘛呢 告诉调度总管李公公 这就是一个接口 这就是接口 然后至于你去哪里给我找 你给我找谁来 这个人他住在哪里 你怎么把他给我带过来 那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李公公就去 把那个童贵妃给带过来了 然后皇帝只需要对到李公公 这个 这种调度啊 我们在接口意义里面就叫 叫什么 叫依赖出入 就是在我们接口意义里面 有个词叫依赖出入 而他的实践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 就是靠我们什么呢 靠反射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皇上 这是我们后宫 加历3000 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或者编号 编号007 008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在对我们刚刚的例子而言 就是我们的package 包名加类名 对不对 这个在一个项目里肯定是唯一的 好 这个是李公公 我跟李公公说 我要我要一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在哪里 怎么把它给我得到 得到过后我怎么用 那他的属性是什么样 我不管 然后李公公就干嘛呢 说有个童贵妃这个信息 然后李公公就会查 他的数据库信息 因为他脑海里 就是一张数据库的表 查到了之后呢 他就说童贵妃在这个地方 他的包名是什么什么什么 点什么什么 他的类名是什么 他就去把他抓过来 抓过来 这个过程就叫我们的 通过反射来动态的实力化 明白吧 实力化了之后 他就给他带过来 带过来过后 皇帝说 那他有哪些属性呢 对不对 比方的头发很漂亮 个子很高 这都是属性 那皇帝就能看到这些属性 甚至可以操作这些属性 OK 这些属性甚至是方法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反射的这个过程 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 好 至于我们反射怎么开发 刚刚很关键的一类就是 for class for class 过后得到这个实力 里面有很多get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这么回事 具体的 你想深入了解 下来学习 包括我们在用的时候 你再去学习 用到了你再学习 也都是可以的 迪态器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curso curso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游标 说白了也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在做数据查询的时候 用的最多 用的最多的地方 我们在安卓的数据操作 数据酷的操作过程中 我们会用的特别多 比方说 这个例子 这是以前写的例子 这样吧 我们先直接看吧 因为这是 这个不是我现敲的例子 是以前的例子 我改了很多地方 可能还没有去看它 还没有去测 对 我想起什么问题了 是因为 这样的这个方法 必须要先建一个 SQLite 要先建一个 SQLite数据库文件 我没去见过它 因为这是一个新环境 没事 反正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在一个数据列表页面 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会查出一个数据集 那么这个数据集 我们一般都存 查出来过 都会存在 Coset一样的一个对象 从代码的这个演示来说 从代码的一个演示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比方说增生改查 什么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数据集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数据集 怎么得到的呢 是通过我们的数据操作 有一个得到查询 就是质询我们 一色个语句 select什么 from什么 最后它返回的是一个 pustle对象 这个pustle对象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操作 这个pustle对象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块大家向于 自己熟悉这个对象 这其实跟Java的数据查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下面还有一些方法 我们留待明天再讲 有我们的内部类 高级 代码 规范 代码文档的一些生成 以及我们的 Stream 范形 和简单的一些 多线程的一些基础 会跟大家讲到 那今天的内容 就是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先熟悉了一下 我们的Java语言 实际上它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把它归为 数据结构和加算 就可以了 这样你再去看 你的Java Java语言的时候 你会清晰很多 善于总结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给大家讲了一些 重要的 我们Android里面 常常要用到的 要求到的Java的 一些语言的要点 那么这里 更多的只是抛砖引语 反正你知道了 这些内容我们要学 具体的 你需要熟练它 下来做一些练习 所以今天到明天 我建议大家 把我今天说的 这几个重点 下来 用Java语 不需要建Android的项目 建Java Java Project 把它们都敲一下 熟悉一下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 布置的一个客户作业 看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有两种情况 第一真的消化了 第二是一个都没听明白 希望是真的消化了 好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